86秒强震17条人命换不回 政府拼居住安全硬起来 预计上半年强制推动耐震评估 瞄准这两大类型 第一种像是百货公司电影院 或是旅馆医院等超过300平 供公众使用的私有建物 第二种则是全台921前 新建的9楼或12楼以上高楼 估计有1.2万栋 得接受强制耐震评估 为评估最高可开罚30万元 补墙在最基本的阶段 让这个建筑物在大地震底下 会裂损会损坏可是不会倒塌 所以里面的人有机会 可以安全地撤出来 全面检测专家都支持 但耐震补墙只是在柱子里 塞进钢筋水泥 专家说治标不治本 还不如砍掉重裂 柱子把它加大 就两侧各加大20公分 比方来讲30乘以40公分的柱子 就可能会变成70乘以80公分的柱子 中间可以利用的空间就变得很小 价钱方面比一比 30坪老房耐震补墙 大约花费40万 改建则至少三倍起跳 你如果改建 可以得到容积补助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可能你花费的金额可能比你刚刚做补墙 还要来得更少 都更后房价前景好 但若遇上钉子户 重建前都等于把自己暴露在更大风险之中 大概半年到一年里面就可以完成了 都更我想前后大概整个要10年 没有人知道这段时间地震 大地震会不会过来 政策成功与否 可能也是挑战民众对于居住安全的在乎程度 东森财经新闻六支五幼树台北采访报导